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爱车宝典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坐驾升级数,换车前必看的策略指南 2.引擎轻盈,日常维护让爱车动力长青 3.变现力气,教你打造车辆高价卖点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坐驾升级数 换车前必看的策略指南 各位尊敬的车纹上的骑士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门古老而神秘的艺术 坐驾升级数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 我们的坐驾不仅仅是交通工具 他们是我们的朋友,伙伴 甚至是我们社会地位的象征 所以,当你决定与你的老伙计告别 迎接一个新的四轮伙伴时 这里有一份换车前必看的策略指南 以确保你的升级之旅既顺利又充满乐趣 警号警号警号第一章 自我反省,你真的需要换车吗? 在你决定抛弃你的老坐驾之前 先问问自己几个问题 它是否还能带你穿梭于城市的丛林和乡村的小径? 它的轮胎是否还圆润? 引擎是否还像年轻时那样充满活力?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 那么也许你只是被那些闪闪发光的新车广告所诱惑 记住,老车也有老车的味道 就像一瓶陈年的葡萄酒 有时候,它的价值在于那些与你一起度过的岁月 警号警号警号第二章 财务预算不要让你的钱包哭泣 在你被新车的光芒所吸引之前 先看看你的钱包 它是否准备好了迎接这场盛大的消费盛宴? 制定一个预算并且坚守它 记住,新车的价格不仅仅是那一大笔钱 还有保险、税费、维护成本等等 如果你不想让你的钱包变成一个悲伤的黑洞 那么务必做好充分的财务规划 警号警号警号第三章 研究市场成为一个聪明的购车者 在你踏入那些充满诱惑的汽车展厅之前 先做好功课 研究市场了解不同品牌和型号的车辆 它们的性能、可靠性、燃油效率以及用户评价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不缺乏资源,只缺乏耐心 成为一个信息量大的购车者 这样你就不会被那些狡猾的销售员所欺骗 警号警号警号第四章 试驾体验不是怎么知道 当你锁定了几款新衣的车型后 是时候去感受它们的魅力了 试驾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步骤 在试驾时 不要只是围绕着展厅开一小圈就满足了 要深入体验,感受它在不同路况下的表现 记住你是未来的车主 你有权利对你的座驾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警号警号警号第五章 讨价还价展现你的谈判技巧 即使在这个看似一切都有标价的时代 讨价还价的艺术依然重要 不要害怕与销售员进行一番斗智斗勇 记住他们想要的是销售 而你想要的是最好的交易 所以拿出你的谈判技巧 让那些价格标签跳舞吧 警号警号警号第六章 后续服务 保持你的座驾在最佳状态 恭喜你 你已经成功升级了你的座驾 但这只是一个开始 要确保你的新车保持在最佳状态 你需要定期进行保养和维护 选择一个信誉良好的服务中心 并且建立一个长期的关系 这样当你的座驾需要关怀时 你知道他会得到最好的照顾 销号销号销号结语 座驾升级术是一门深奥的学问 它不仅仅关乎技术和金钱 更关乎智慧和情感 在这个过程中 你可能会遇到挑战 也会有惊喜 但最重要的是 享受这个过程 因为这不仅仅是换车 这是一次生活的升级 祝你好运 愿你在新的旅程中驰骋无阻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引擎轻盈 日常维护 让爱车动力长青 各位车坛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那个让我们的爱车心脏 保持年轻活力的秘诀 日常维护 你知道吗 一辆车就像是一位 需要我们细心呵护的老朋友 只有给予他足够的关爱 他才能以轻快的吟唱回报我们 首先我们得谈谈那个让我们的爱车心跳的核心 引擎 引擎 这个让我们的爱车能够奔驰在广阔天地间的神器装置 它的健康直接关系到我们的行车体验 想象一下 如果你的爱车引擎能够像绅士一样轻声细语 而不是像愤怒的老头咆哮 那该有多好 要让引擎保持最佳状态 首先要定期更换机油 机油就像是引擎的血液 它不仅润滑各个部件减少磨损还帮助冷却引擎清除杂质 记住使用高质量的机油就像是给你的爱车 喂食了一顿米其林三星大餐 它会感激你的 接下来是空气滤清器 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东西 其实就像是我们的鼻子 保证引擎能够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如果滤清器堵塞了 那引擎吸入的就是脏空气 这可是对引擎的大不尽啊 定期更换空气滤清器 让你的爱车深呼吸 别忘了火花塞 这个小小的部件负责点燃引擎内的燃料 让你的爱车能够发动起来 如果火花塞老化 那么它就像是一个失去魔力的魔术师 再也点燃不了引擎内的激情 所以定期检查和更换火花塞 让你的爱车每次启动都充满活力 最后我们来说说轮胎 虽然轮胎和引擎看似没有直接关系 但是如果轮胎磨损不均或者气压不足 它们就会增加引擎的负担 让你的爱车变得像是在健身房里举重一样吃力 保持轮胎适当的气压和定期的轮胎旋转 可以让你的爱车轻松自在地在道路上翩翩起舞 总之 爱车的日常维护 就像是我们对待老朋友的关心 只有细心呵护 才能让他们的心脏保持年轻 让引擎的轻盈伴随我们在每一次的旅途中 记住一辆被爱护的车它的动力永远长期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电线利器教你打造车辆高价卖点 各位车辆销售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如何将你的四轮宝贝 变成变现力器 让它在市场上闪耀的比夜空中最亮的星星还要耀眼 我们将一起探索如何打造车辆的高价卖点 让买家愿意掏出比新款手机还要多的银子来购买你的爱车 首先我们得明白一点 车辆就像是一位经历了岁月洗礼的贵族 它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能带你从V点到B点 而是它背后的故事状态和潜力 所以我们的目标是让这位贵族在拍卖会上能够昂首挺胸 而不是像被遗忘在车库角落的老旧家具 星号星号一 故事卖点 星号星号 每辆车都有它的故事 如果你的车曾经是某位名人的座驾 或者它曾经参加过什么历史性的赛事 那么这些都是无价之宝 如果没有这样的背景 也不要紧 你可以讲述它陪伴你度过的美好时光 比如说那次浪漫的海边旅行 或者它如何可靠的在暴风雪中护送你安全回家 星号星号二 状态卖点 星号星号 车辆的保养状况决定了它能卖多少钱 这就像是给你的车辆穿上一件定制西装 让它在买家面前焕然一新 定期保养 无事故记录 第一里程数 这些都是让买家心动的关键词 记得保留所有的保养和维修记录 这些就像是你的车的成绩单 证明它一直都是个优等生 星号星号三 潜力卖点 星号星号 有些车辆就像是蒙娜丽莎的微笑 充满了神秘和潜力 如果你的车是某个经典款式的稀有版本 或者它有着潜在的升值空间 那么这些都是你的加分项 你可以强调它的收藏价值 或者是它作为经典车型的代表性 星号星号四 定制化卖点 星号星号 如果你的车辆有过定制化改装 那么这些改装就像是车辆个性的纹身 它们讲述着车的个性和故事 但是要注意 改装要符合市场的口味 太过个性化的改装 可能会让一些保守的买家望而却步 星号星号五 清洁卖点 星号星号 最后 但同样重要的是 让你的车闪闪发光 一辆干净 靓丽的车辆总是更吸引人 这就像是在约会前 穿上你最好的衣服 给对方留下一个好印象 彻底清洁车辆内外 如果需要的话 甚至可以进行专业的美容打拉服务 总之 打造车辆的高价卖点 就像是在为它制作一部精彩的电影预告片 你需要展示它最吸引人的特点 激起买家的兴趣和情感 让他们为之心动 记住 你不仅仅是在卖一辆车 你是在卖一个梦想 一个故事 一个生活方式 祝你好运 让我们的车辆在市场上大放一彩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各位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一起来探讨作家升级的艺术 在这个顺心万变的时代 我们的作家不仅仅是交通工具 他们是我们的朋友 伙伴 甚至是我们社会地位的象征 所以 在你决定与你的老伙伴告别 迎接一个新的四轮伙伴时 这里有一份换车前必看的策略指南 以确保你的升级之旅既顺利又充满乐趣 首先 让我们从自我反省开始 在你决定抛弃你的老作家之前 先问问自己几个问题 它是否还能带你穿梭于城市的丛林和乡村的小径 它的轮胎是否还圆润 引擎是否还像年轻时那样充满活力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 那么也许你只是被那些闪闪发光的新车广告所诱惑 记住 老车也有老车的味道 就像一瓶陈年的葡萄酒 有时候 它的价值在于那些与你一起度过的岁月 接下来是财务预算 在你被新车的光芒所吸引之前 先看看你的钱包 它是否准备好了迎接这场盛大的消费盛宴 制定一个预算 并且坚守它 记住 新车的价格不仅仅是那一大笔钱 还有保险 税费 维护成本等等 如果你不想让你的钱包变成一个悲伤的黑洞 那么务必做好充分的财务规划 然后是研究市场 在你踏入那些充满诱惑的汽车展厅之前 先做好功课 研究市场 了解不同品牌和型号的车辆 它们的性能 可靠性 燃油效率 以及用户评价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不缺乏资源 只缺乏耐心 成为一个信息量大的购车者 这样你就不会被那些狡猾的销售员所欺骗 接下来是试驾体验 当你锁定了几款心仪的车型后 是时候去感受它们的魅力了 试驾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步骤 在试驾时 不要只是围绕着展厅开一小圈就满足了 要深入体验 感受它在不同路况下的表现 记住 你是未来的车主 你有权利对你的座驾 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然后是讨价还价 即使在这个看似一切都有标价的时代 讨价还价的艺术依然重要 不要害怕与销售员进行一番斗智斗勇 记住 他们想要的是销售 而你想要的是最好的交易 所以 拿出你的谈谈技巧 让那些价格标签跳舞吧 最后是后续服务 恭喜你 你已经成功升级了你的座驾 但这只是一个开始 要确保你的新车保持在最佳状态 你需要定期进行保养和维护 选择一个信誉良好的服务中心 并且建立一个长期的关系 这样 当你的座驾需要关怀时 你知道它会得到最好的照顾 座驾升级数是一门深奥的学问 它不仅仅关乎技术和金钱 更关乎智慧和情感 在这个过程中 你可能会遇到挑战 也会有惊喜 但最重要的是 享受这个过程 因为这不仅仅是换车 这是一次生活的升级 祝你好运 愿你在新的旅程中 驰骋无阻 好了 现在轮到你们了 你们对于座驾升级 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快来参与讨论并提问吧 让我们一起探索 这个充满乐趣的主题吧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